派瑞斯撇藏毒 鬼扯拿错皮包 29岁的美国上流富家女派瑞斯·希尔顿又出包 前晚她和夜店大亨男友塞威斯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因持有骨科茧被逮捕 当晚她坐男友开的车 两人吞云吐雾 忘情忽麻 一名警察闻到车上飘来浓浓的大麻味 于是拦车盘查 派瑞斯下车后 民众好奇为观 她觉得很没隐私 要求去旁边饭店上洗手间 她先拿出口红补妆 接着趁机偷偷丢出一小袋不明物品 被警员发现捡起来 竟是骨科茧 警方立即逮捕她和男友 她缴保后 聘请堵成顶尖律师帮她脱罪 还说自己拿错包包 所以里面的骨科茧不是她的 这是她三个月内第三次疑似迟都被逮捕 她的钱骂几零费罗汉也是成天吸毒又酒驾 心前还违反缓刑 法官判她入狱13天 想不到坐牢之后 抢进媒体版面 网友笑说 应该是派瑞斯不爽风头被抢光 所以也来个故意被捕 动新闻综合报导